这是成士飞第六次使用金刚不坏神功 也是古三通对铁胆神猴开过最大的玩笑 原来金刚不坏神功根本没有次数限制 只要大成之后便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 铁胆神猴对这种情况始料未及 只好与成士飞来了一个硬碰面 两人你一拳我一腿 贴身肉搏拳拳到肉 汤汤声响彻整个护龙山庄 让人叹了直呼过瘾 铁胆神猴眼见迟迟无法拿下成士飞 干脆来了一招飞龙在天 将身前最尊威武的石龙复活了过来 石龙在铁胆神猴的操控下 张牙舞爪地攻向了成士飞 可精刀不坏神功状态下的成士飞 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即便是这恐怖的石龙 也无法攻破成士飞的防御 反而被成士飞打得节节败退 找准时机抓住龙爪 猛地往前再往后狠摔了两次 将石龙给打回了原形 铁胆神猴用出西攻大法的最高层次 直接打破了金刚不坏神功的防御 取得了这次巅峰对决的胜利 你打不败我的 没人能打败我 有 苏星可以打败你 鱼罗郡主将一个盒子扔给了铁胆神猴 铁胆神猴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颤颤巍巍巍地打开盒子 整个人直接变得癫狂了起来 原来盒子之中装的竟是苏星的人头 苏星认为铁胆神猴如此大逆不道 就是为了给他一个皇后的身份 他才是铁胆神猴叛逆的根源 而他一女嫁二夫 又怎有资格成为当朝皇后 只能用自己的办法去阻止铁胆神猴 把我自己割下来的头 放入锦盒里交给神猴 我要他起眼看见自己的梦破坑 苏星 苏星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苏星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 苏星的死导致铁胆神猴彻底梦碎 让他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他崩溃的质问苏星 为何要这样对他 而龟海一刀和断天牙两人 则是趁着铁胆神猴心神大乱 从地底飞出给了铁胆神猴致命一击 瞬间将铁胆神猴打成了重伤 因为不能放太长原片的关系 这里七夜只能用解说代替 铁胆神猴重伤之躯 爬回龙椅这段戏 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特别是BGM超级好听 强烈建议喜欢的大佬去听听原片 完美展现了铁胆神猴枭雄末路的场景 让人看了无比的痛心 铁胆神猴武功高强算无一策 就连成是非的金刚不坏神功 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铁胆神猴竟然会败给二婚带娃的肃星 果然女人只会影响拔刀的速度 趁此时间 小编推荐需要招宫的家人 去招宫快的五八同城 铁胆神猴重了一刀一剑 本就身受重伤 再加上他无法接受肃星的死 很快失去生息陨落在了龙椅之上 断天崖看着这个曾经最敬爱的义父 心中同样是感叹不已 他走到龙椅前 替铁胆神猴合上了双眼 至此铁胆神猴的叛乱平息 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郑德皇帝重新稳固政权 对着三大密探大肆封赏 首先是骏马成是非 被封为快乐神猴 只有俸禄没有实权 或许是担心另一个铁胆神猴的出现 至于断天崖和龟海一刀 本想就此退出庙堂隐居山林 不曾想证得皇帝对两人早有安排 要两人接替护龙山庄 将护龙山庄改为护明山庄 为名沈渊整治贪官污吏 天下第一的故事 到此就告一段落 可惜这样优秀的武侠剧 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看着如今摆着造型 全靠后期特效和慢动作的为武侠剧 企业是没有一点看下去的兴趣 真希望未来能够重现这样的武侠巅峰